好 方法來獨木節 剛才那首歌 很多網友都猜到今天我會借播 《黑色安食日》 當年三大的重金屬樂隊 都是來自英國的歌 我想說少少 《Patholic》這首歌 其實是他們早期的碟子的主打歌 但本來他們不是主打這首歌 是主打令得一首長很多 叫《Wall Packs》 這首歌當時是反越戰 亦說權貴和呂無詩作 要搞到很多死亡出現 當然在今天各角度 這些都是阻礙他思維等等 當然這隊樂隊 其實到後來都換過不少團員 很多樂隊都是這樣 例如《Dairo》 就是彩虹樂隊的前主音 連我曾前進播過《Deep Purple》的主音 而彩虹樂隊的主音 都去過這個樂隊 主音 但始終你問我最原則原味 都是奧斯的奧斯坡 去到現在其實他們都繼續有一些錄製 一些影片 大家都可以上網去看一下 我們今天回來 Vector L也在 上一次帶了我們去黃山 大家記不記得黃山 看哪四樣東西 蟲、石、溫泉、雲海 好 是的 黃山四絕 黃山四絕 那麼今天又會去哪裏呢 剛才我聽說 有個粉絲說 都想今天一起去黃山 如果我們第二天組團 可以去黃山 哦 黃山好 那麼今天是否會去再遠一點 今天會去遠一點 今天我們呢 我們西北去過 那麼我們這次玩一下東北 走吧東北 因為東北呢 都是我其中一個很喜歡的 有一個很出名的名山 是 是呂真族的法原地 是啊 還有很朝鮮族的法原地 嗯 即是他們北韓被說 它是法原地來的 是 這個叫長白山 哦長白山 它是吉林省 吉林省 是 我這次會去東北三省 嗯 同時會去到東北 必定要看那三樣東西 冰燈 冰雕 雪雕 就是最有代表性的 冰燈 冰雕 雪雕 那我們一於就去一下照片了 這個呢就是 黑龍 即是東北三省的圖 那麼其實最北面就是黑龍江 嗯 然後中間就是吉林 然後南面就是遼寧省 嗯 那麼跟著這裏呢 就也有分到呢就是它不同的地區 就是 就是分了地區 那麼我們這次走的中間 我們主要是玩吉林省的這個地方 OK 那麼我們是不是去到什麼 鹽邊啊 八山市那些 是啊 鹽邊朝鮮族自治州 那它就是 隔離就是北韓 是 隔了個桃門江 桃門江那裏就有個界門 就是隔離就是北韓 嗯 是啊 那麼這個就是吉林省的圖 那麼其實它的省會就是長春 嗯 那麼2400萬人 它的地面積就是佔了中國的 1點幾% 嗯 都不太小 最大就是新疆 是 1200萬平方公里 它很少的就是這個 那麼 十幾萬 比如說東北三省我們就是印象深處 長春在歷史一些圍城的戰役 是的 那麼也都是有很多時候說 哇你來自哪裡 哈爾濱啊 來自戴連啊 那麼還有足球隊之類 那麼美女都是很出名的嘛 那些美女很白淨的 是很白淨的 陽光好嘛 是不是高大一點還是高大一點 高大一點 吃點米是不同一點的 嗯 高大一點 所以真是不錯的地方 那麼今天我們去長白山會有千年人心呢 有的 其實長白山就是一個很神聖的發源地來的 是 我覺得很正 是 這個是松花崗邊來的 其實松花崗很有趣的 松花崗呢 其實就是我們要介紹的 長白山的水流下來的 其中一個體系 它孕育了鴨綠江 松花崗和桃門江 那它呢 這個是由東南流到西北流的 東南流向西北 嗯 經過了遼寧 黑龍江和吉林和去蒙古的 嗯 是 這個呢 就是霧蟲樹掛 去得吉林一定要看的 那是冬天才有的 十二月到二月的時候 才會有 其實它在松花崗邊去過發電站 因為它長時間這些水都是溫的 都不冷的 那當那些溫水那些熱的話 那些蒸氣一升上來的一個高度 然後遇到極寒的溫度 低過0度的溫度的霧氣 就會形成 又不是雪又不是冰 它是一些霜類的東西 霜 那它掛在一些樹上 其實很難形成的 因為它要剛好有霧氣上來 再遇到就是有寒流度 它才會形成 所以去到不一定看得到 去到吉林 其實冬天零下 都可能去到最冬 有沒有三四十度 有啊 其實通常 我說我的經驗 我第一次帶團 其實我第一次帶團是2002年的過年的 去雲南的 跟著我之前有一團學習團 跟我的師傅去學習 就去東北三省 就是看冰燈、雪雕、冰雕 那團我記得我沒有去吉林 沒有去看長髮山的 看城市為主 看冰燈那些 但是我會去黑龍江再畢些 齊齊哈爾 還有會去那個叫布拉維歌辛斯克 就是那時候簽訂 清朝和俄羅斯簽訂第一個不平等的條約 把那個叫做愛雲古城 割了出去 就是那個叫做 在俄羅斯叫那個地方做海南炮 嗯 然後就割讓了那個叫愛雲古城 愛輝或者是愛雲古城 那裡叫布拉維歌辛斯克 在俄羅斯叫這個地方這樣 所以我很深刻記得的 那時候我以前很少出去玩的 但是我去那裡 我知道是零下二十幾度 誰知道我去到那個時候 是零下三十幾四十度 因為齊齊哈爾真的冷到 是因為它是郊區 哈爾濱都是城市 哈爾濱通常是零下二十幾度 一林就是零下十幾度 遼寧就是零下幾度至十幾度 北京就是零下幾度 大概是這樣 我去到齊齊哈爾是零下三十幾度 哇 冷到我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有另一個同事教我 戴保鮮紙包住手 是否真的要 不是的 是 然後我還穿牛仔褲 哇 然後他教我不對 然後我穿牛仔褲 冷到那隻腳 我有一次在一個行程裏 下車我車都下不了 我坐在裡面 因為我第一站 我去到當地 立即找當地買 因為每一個旅行團 都有少少購物店 我研究公司是以不購物 或是很少購物為主 嗯 一開始第二天 才是第三天 才帶你去 賣羽絨 那些棉褲 然後賣了一條棉褲之後 立即暖了 在那一團之後我就知道 去一些冷的地方 你全身 第一個要保暖的地方 就是腳 腳板大 如果你的腳冷 你全身暖都沒有用的 你都是冷的 OK 一定是要腳油 腳暖 腳暖 你的身體冷些 你都不覺得冷的 那頭呢?耳仔那些呢? 耳仔其實 是怕風吹過來痛 如果你用棉帽 套住它其實都OK 但是呢 你去這麼冷的地方 他賣給你那些東西 一定是 普通的棉褲 可能八幾二百元 其實都頂得很暖 都真的很暖 那時候我只上身穿很多衣服 下身就有一條牛仔 會不會關瘡 會不會關瘡 如果我下車就肯定會關瘡 我只是冷 我只是痛 只是 你在哈爾泵 或者齊齊哈爾 基本上你去 那些雪櫃 那些雪糕 那些根本不用雪櫃 它放在地上 就是根本不會溶 它已經零下二十幾度 你雪櫃都是低於零度 零下幾度 它根本那個天氣 就是比雪櫃的溫度 嗯 所以你把雪糕那些 基本上全部放在地上 任你選擇 你不用拿雪櫃出來 嗯 不過當然 我見大家很踴躍 去出門 記住一陣間去 最後還是有一條問題 答得最快 那三個Whatsapp 8、4、8、1、10、7、9 都是會有木鯨壓入水的 是啊 有三支 那會問什麼題目呢 大家繼續留心聽 因為有些圖門 這個就是圖門江 我們其實是鄉主 吉林 吉林 吉林是唯一一個省 是以那個 有個地名來明明的 吉林其實 是清朝開始 冒重雪櫃 剛才 跟著我們就會向著東邊走 去延邊朝鮮的自治區 自治區 中間就會經過圖門 就會經過圖門江 那邊隔離就是北朝鮮 這裏就是 圖門的閣門 是否快到交界 是啊 隔離 圖門江 隔離就是北朝鮮 你在這裏可以看到北朝鮮 你看到 你如果有護照 你根本可以在這裏過 是 你就已經入了北朝鮮 你如果 是不是今天進去呢 容易的 但是呢 很多北朝鮮的人走過來 來延邊這邊居住 還有想找這邊的人嫁去的 因為北朝鮮 我就未去過 但我有同事去過 那時就說 只是 晚上不讓你出門的 就是說 他那個燒禁很厲害 正正是 你到晚上九點之後 你就只能夠在酒店 然後不讓你出去 你所有活動都禁止了 但是其實是沒有任何生活的 然後呢 全部他都是由你幫你安排的 你全部跟著他的東西來走 所以 不跟呢 不跟他就會抓你 旅遊好一點的 你始終知道你的旅遊 但是你當地生活的人呢 還有他是一個 超級的共產主義 基本上是由各個國家養了人民 基本上那些人民是 根本上他 一天三餐 全部國家給了充飽去的 他可能有少許錢 但是那些錢根本就很少很少 所以那些女孩子呢 根本就不想在北朝鮮 然後他呢 就會找辦法 就是過了鴨綠岡 因為他幾段的 鴨綠岡和桃岡 當然他不同地方接養 那就會過了來中國 中國呢 就寧願你中國 結婚 來跟你 跟你中國人結婚 在你這邊生活 不過就算你到這邊 都可能你離開 新的地方 都未必 可能有些人要趁機去 不要欺負你 類似這些 那當然 那當然 你找他做工作 一定很多事情會壓低 就是當是黑市 那樣 因為你又不想回去 你被迫的 本來可能很多 多些錢 正常錢 那就壓差一點 不過始終 北韓的女孩子 是很白痴的 是 很白痴的 是 那些天氣可能是 這個就是桃門江 很漂亮 桃門江 他都是長白山的 一系的 雪水下來 山的 流下來的 其中一個 大團的時候 有些人說 我要過去朝鮮那邊 去看一下 有的 那你真的 會跟他一起去嗎 我不會 我沒有理由 我不會 我會 如果你去 你自己 簽了一條紙 我會 安撫你的 你去到體驗 就OK 你真的生活 你不要說 三天 你都叫救命 每晚都沒有夜生活 你完全知道 香港人的夜生活 是最多的 你晚上兩點鐘 都只是開始 你去到九點之後 就沒有了生活 就在酒店睡覺 什麼都不可以 電視任何看 關燈 要你睡覺 九點什麼人都掉 我真的不吃 現在就是九點 現在很多人都還沒吃飯 就是 這就是 他其中一個 仙女山 一個在東北 一個很漂亮的 那些岩石 都是那些 類似花江岩 一些岩石 來組成 那些山脈 也是很漂亮的 其實就是在鹽邊 朝天族 主要是看鹽石 還有 蟲樹 因為其實 吉林 其實工業很出名 蟲樹也很出名 沒有蟲樹瓜 另外 美人蟲 都是在鹽邊 附近出現 所以 蟲樹 松樹 那些草樹 都是很多 為何叫仙女山 是否覺得山很高 上面找到仙女 是因為 它周圍那些霧 那些 就是它經常都有很多霧 但是它又不是很高 好像 那個 長白山 都是2700多米 最高 海拔更低 沒有那麼高 都是1000多米 2000米之內 所以 但是它那裡 可能那個環境 森林 植皮多 還有那個環境 好像 我想大家有聽過 大興安嶺 大興安嶺 就是在東北 橫跨了 就是遼寧吉林 和黑龍江 都是很大的森林區 因為它那裡 植皮很豐富 所以臨場很多 所以它周圍的景 都是以鹽石 和森林為主 我那次有一次 大團15天 就是大興安嶺 大小興安嶺 去到墨河 北極村 即是有沒有去俄羅斯 沒有去俄羅斯 但是呢 就去到中國最北點 最北點那裡 就是叫做墨河 那裡呢 就是感受那個叫極咒現象 但是其實它都落了不回歸線 所以是有機會看到北極光 我就去過三次那裡 都沒有看過北極光 但是當地的人 就說他們有看過那些北極光 好像一些彩霞 北極光 但是通常呢 去北極光 都去芬蘭 去冰島 隔壁蘭那邊 那麽很多地方都見到 是啊 那些極光 可能是有些余紹 哈哈 那這裏是哪裏 這裏呢 這裏呢就是 被譽為美人松 之稱的二道百合鎮 因為呢 二道百合鎮 就是長白山下面那個鎮 那它下面這個呢 就是那個 松花崗來的 嗯 這個鎮是很美的 古色古香 這個就是美人松 美人松的古香 因為它有很多松樹 滑樹 橙樹 很多不同的這些樹呢 就是植坯在那個長白山 長白山是很深陵幅 都很高的 我們就是 一般來說 那長白山呢 必定會玩一個原始森林 周圍都是很高很深的樹木 你在下面 其實摸些望些樹幹 周圍都一條條的樹幹 是很壯觀的 所以就是叫美人松 是啊 你看到很幼的 很像美人一樣 對 不過有點頭大身小 是啊 它夠高夠妙條 又夠白 白正 美人松 夠瘦夠白 夠瘦夠白 即不像何太那樣 都有人喜歡的 少一點 各有各有喜歡 這個長白山呢 就有十六個球 海拔最高就是張軍峰 就是北朝鮮境內的 就是二千七百多米的 在中國境內 在南坡就是屬於北朝鮮的 而其他那些都是屬於中國的 中國最高的山峰呢 最高都是二千六百多米的 二千六百多米 它有十三十六座的 連面超過二千五百米的雪峰 所以長白山 其實它一個 還是一個活火山 是 其實它在一千九百 一千 即公元一九幾年 到一九二零 即近上那些時間 就是發生過大規模的爆炸 它的戶口 其實它就是 其實它就是 那時候的爆炸 是直接連日本 都那些火山灰 都是去日本的 即這個爆發 整個 就是中國整個 我想亞洲板塊 最大的火山爆發 那時候 而在那個年 那個時期 是一二零零年 嗯 公元一二零零 即是那時候 差不多元朝 即是呂真 即是蒙古呂真 的時候 跟著 呂真是後來 就去到 長白山 其實就是 發源地 就是呂真 呂真族被譽為 這個仙女 所以很多清朝 它最早叫長白山 就是元岩 遼國 遼國 遼國的時間 元岩的聖事 即是不宋 就是在這段時間 北宋就發源 然後 朝鮮族的人 這個叫炎邊朝鮮族自治州 朝鮮族的人都說 這裡是發源地 他們是聖地 我以前都有同學姓元岩 有的 也有 元岩雅骨打 跟著就 最 在耶律的時期 那時候就開始叫 清朝女真族 都是發牆在長白山 他們叫它做白頭山 因為它裡面的山 因為那些火山灰岩 全部都是白色的 加上風化 所以 山體基本上都是以白色為主 所以它叫那些山 做白頭山 它最早就是 在 一二 就是最近大爆發 就是一二零零年左右 這次爆發之後 還有三次小規模爆發 那三次小規模爆發 好像是一五幾年 一六幾年之間 有三次小規模爆發 真的很小 因為它到現在還是活火山 其實在2002年 其實那個勘察 即是中國地下勘察 都勘察到它有地震的痕跡 即是雪地多中 有一個活火山 是的 它現在還是一個活火山 它現在是活躍時期 隨時都會噴發 但去到那邊 那些小數民族 還有沒有人說 譬如满洲話 甚至有 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 有沒有那些貴族還保留著 穿旗袍 有的有的 但這些可能是老一輩 或者真的有些特別展示 因為現在都看完了 基本上現在它只有他們自己的服飾 即是漢人服飾 那它自己原始的服飾 基本上呢 都是可能是節慶 或者是某些 可能要你當作表演 這樣才會穿給你看 基本上現在就 真真正正就漢化了 那些服飾都是漢 即是我們現在的 現在的三為主 OK 那這個工藥裏面說 其實它有 一般呢 通常去長白山 都只會玩北波的 嗯 北波天池 其實你都是去到火山口 看到整個湖的 嗯 那個叫沉積岩的形成 那些火山灰 那 跟著之後呢 其實它還後來呢 有個西波天池 都是屬於在中國的 然後南波呢 再後來 是零幾年的時候 再後來開發 就變了在南部 就是在朝鮮 即是它有條路 你不要活越過界 都仲是中國 你一越過 你會有個界碑 就只是看上界碑 那個界碑旁邊呢 就是有部隊把手 嗯 有部隊把手 試過過去射你 嗯 你過去 靜雞雞過 哈哈 這個就是北波天池 嗯 其實是三個方向 你看到呢 北波呢 其實它的山氣 即是藍波是最高 那北波呢 這個是平坦些 闊落些 嗯 這個就是火山口天 其實很漂亮 我覺得 我很喜歡長白山的 其實 嗯 天氣經常都很好 經常都是很天洋氣晶 但你海盆不是很高 是 通常你高 很冷 其實夏天都要穿 一些特厚的外套 因為它 一落了山下面 就很熱的 即是你 要穿得快 脫得快 要方便 而且你在長白山景區 你經常走一些展道 很多森林 展道 那些走 其實都是二千米 二千多米 你是乘警區車上來 然後走一段路 就到了 這個天池 它是有警官台的 沒有的 沒有的 它這個湖是全中國最深的湖 三百多公尺 然後 它是沒有任何魚類的 因為它 是一個火山 嗯 所以它這個湖 是沒有任何魚類的 所以 這個是全中國最深的湖婆 嗯 是的 是由長白山的雪水 這個是長白的第二個湖 這個是長白瀑布 也是它 藏花第二湖 即是說它是長白山的雪水流下來的湖 嗯 來形成這個瀑布 然後再流下去 就是這個鴨綠江 桃門江 和那個松花江 這個就是走這些展道 嗯 其實都很漂亮 很漂亮 現在這個就是西波 西波 它西波就是 因為它有幾個玩法 你在這裡 譬如踏一條路線來到中間這個點 這個點就會轉車 走這一段就是北波 接著再走這一段就是南波 嗯 然後呢 另一個方向就是西波 嗯 就是另外一邊來的 嗯 就是你對面 你之前在那個方向看 所以其實風景不同 這邊呢 直被多些 矮些 所以這些直被會多些 很多多些花花在這裡 就是 那個景色 那些顏色彩色 可以西波多些 嗯 如果去長白山呢 不要就是去北波 是 一定要去西波 其實西北波都很漂亮 南波呢 其實就看你想不想去 其實差不多 南波只不過你可以踩到 中國和朝鮮的邊境 嗯 都是看這個湖而已 那這裡很多森林 全部都是森林直被很高的 那些樹木很高的 嗯 繼續下去就看到很多 就是大家一一都要走上去 是啊 這個是森林來的 平路為主的 OK 西波就多 西波一千二百幾級樓梯的 嗯 但是呢 西波你的景區停車場 走到西波那個天池口 是 那裡西波就遼闊一些 遼闊一些 但是呢 它要走一千二百幾級樓梯的 嗯 嗯 是啊 但是這個是南波天池 是 其實都是看那個天池 就是看一下你的天氣 譬如 譬如你會去幾次天池 萬一如果你遇到天氣不好 影響不漂亮 那你就多兩次機會拍咯 通常都會在那個二道百河鎮那裡住一晚 二道百河是它山腳下面的 其實距離景區都很近的 就是十幾分鐘而已 嗯 那這裡就是那個 走上去那條西波 走上那條 千二百幾級樓梯 一千二百六十幾級樓梯 嘩 都挺斜的 真的 斜的 要時間走 慢慢走 但是它海拔呢 就是二千幾米 但是你去到二千三百米 因為你又上不到頂 去不到那些山峰頂 那些全部是火灰岩的 就是那條河邊 那些 嗯 那麼它下面也叫做鴨六江峽谷 嘩 即是走在河邊 是啊 然後你沿著河邊來走那些 其實它有一點點斬道 不過那些斬道都很窄的 很窄的 那你全部都是那些火山灰岩 形成不同奇怪的山石 那麼它這個就是那個峽谷來的 就是它整… 這個你看到整個峽谷很深 它的直坯很多 所以其實長白山是一個很天然的洋巴 是很… 就是你去是很舒服的 就是… 因為它的森林直氣很高 那些人心在哪裡呢 人心在地底下 OK 要挖筋挖出來 它好些當地的那些人 就是等於你去… 我之前說的南疆 南疆那個玉河 玉龍蝦集河就是執玉的 它周圍出產玉 你去執玉的 它當地的人就是以玉為生 這裏根本它是國家叫它種的 那些人心 所以你基本上是補填給你 即是直接是… 你家家戶戶都種的 所以其實它都有錢的 這個地方的人 嗯… 因為它人心賣得到錢的 嗯… 因為這個地方的水土是很漂亮的 所以你周圍的人 個個都是種植這個人心 所以其實是人心發源地 長白山人心是很出名的 嗯… 是的 又不知多少 這些就是那些火山藍形成的 不同的形狀 所以這些風景是很漂亮的 跟著也是很多的湖 就是它那條河也是很漂亮的 就是周圍的湖泊那些河流也是很漂亮的 這個南波天池 嗯… 這個呢? 這個也是它冬境來的 OK 這個日出 然後冬境 加上冬境 那麼周圍都有雪山 其實如果冬天 它的湖會結冰 有時間會 嗯… 那麼就是白毛毛一片的雪湖 這個就是另一個景區來的 這個就離開了長白山的了 那麼這個呢? 就是三角龍灣景區 三角龍灣 是一個湖來的 是一個 也是雪水流下來的一個湖 那它是… 因為呢 其實它這個 這個主要呢 就是一個秋景 是很漂亮的 嗯… 因為它很多那些森林覆蓋 也是一個森林岩西 都是吉林省裡面 一個很出名的 各家名姓的 三角龍灣 嗯… 那麼它… 我們坐遊船去看 還有走上山 走一些森林 走去看一些岩石的 這裏就是雪鴿雪嗎? 這裏也有條瀑布 嗯… 吊水湖瀑布 就是剛才那樣的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第24屆 冰燈的 咦?平時都放煙花嗎? 嗯… 它們自己圍景區 就是好像我們迪士尼一樣 哦… 它自己放 它漂亮很多啊 哈哈… 它給錢買 那… 它有錢啦 這個壁 是多少人去看 這個景觀是多少人去看 是否以百萬計呢 是啊 不止以百萬啊 過千萬都有啊 因為其實它是 就是… 很多景區的… 很多遊客來看的 因為其實它… 黑龍江省 主要就是冬天旅遊 冬天旅遊就是滑雪啦 去看那個… 冰燈冰雕雪雕啦 太陽島冰雪大世界啦 那些是很出名的 嗯… 這些是冰雕啦 那些是雪雕來的 那些是雪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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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冰來的 你要看透明一點的 嗯… 就是冰一塊塊的 冰雕刻出來的 硬的 硬的 它要硬才是雕刻到的 但那些全部是雪的形態來的 就不是冰的形態來的 就是那個結構是不同的 雪雕冰雕 是啊 所以是雕刻得很漂亮的 很多人特地… 就是你去黑龍江省呢 哈爾濱呢 沒有看過這三樣東西呢 其實就等於沒有到過哈爾濱 嗯… 冰燈冰雕 有雪雕 那些又有羊又有仙女吹燒 是啊 其實遊樂園很大 基本上是很多不同的 有些是整個巴黎鐵塔也有 整個不同形象 什麼都有的 很多不同的 我看過… 我又… 你問我呢 我雲南呢 九寨溝呢 年年都會去的 嗯… 但是東北呢 我不是年年都去的 我十三年來呢 是 除了我自己徐團學習那一團 我真真正正去過 看冰燈冰雕雪雕呢 都是去過兩次而已 即是不算那一次徐團學習 我什麼都不知道 那一次 那中間呢 因為未必這麼遇到 嗯… 未必這麼遇到 但是真的… 雖然是穿厚些衣服 但是很值得 你在香港邊 你南方沒有可能看到這些 嗯… 但是很壯觀 你看這些 雪雕是很漂亮的 嗯… 然後這個呢 更正 這個在黑龍江省再入些 叫做雪香 其實就是… 嗯… 因為其實它全部都是木來的 其實呢… 呃… 坑床 大家也有聽過呢 在裡面住的全部都是坑床來的 就是呢 你躺在床上 它下面有個洞 然後被柴火燒 然後弄個床暖 那當然呢 它會再加電墊 那些發熱線 但是實際上呢 它裡面很多暖氣的 很乾的 那但是呢 它這些是木製東西來的嘛 木質來的嘛 全部建築都是木… 木架構出來的 那所以呢 它那個屋頂全部鋪了雪啦 那然後呢 是開了燈 掛了一些紅燈籠 那些大紅燈籠 高高掛的 嗯… 是很漂亮的 大家看一下景色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雪香 那個雪香呢 也是國家滑雪隊呢 它專門訓練的場地來的 但如果我們入客住一萬 那是多少錢呢 嗯… 我跟團起碼都要… 如果跟團它有包住一萬的 但是你住那些呢 它有酒店的 但是呢 那些酒店你當它一星 嗯… 一星 我想我那一年代是一星 但是現在應該好一點 但是就… 就是… 你都想有… 寧願是住有些坑藏的 是啊… 就是… 就算被你選住酒店 你都不想住酒店 嗯… 就是它有發熱線 只要它夠暖就可以了 是啊… 那些東北的地方 你基本上在室內就熱到 不斷著短酒都可以了 嗯… 你一出門口就凍冰冰而已 嗯… 但是這裡零下三十幾四十度的 這裡 因為這裡是森林來的 在黑龍江省再進一點的地方 是很漂亮的 我很喜歡這裡的 那這裡呢 就是阿力士那個… 就是黑龍江省最大的壓力滑雪場 嗯… 是很長的滑道 還有很大 那要坐這些的索架 然後就再上去那個山頂上面 就滑下來 嗯… 是的… 是有教練的 是最大的滑雪場來的 整個黑龍江省 嗯… 所以你去東北呢 你去得看冰燈冰雕 雪雕 雪香 你就自然呢 就一定要滑雪啦 嗯… 去東北不滑雪 就是… 一定是往去過東北的了 你和你在… 譬如… 就算你在四川滑 因為它的設備是好很多的 是… 好很多的 滑雪 那這些是… 很棒的 這些就是… 豬肉等等的 東北的美食 十大美食之一 東北是否… 就是… 那麼凍要吃多些… 那些… 肥膩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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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又不是吃辣的 東北不吃辣 不是很流行吃辣的 嗯… 重慶的 四川才流行辣的 嗯… 重慶那些是麻辣的 是… 即是無藍那些 是… 貴州那些 然後這個呢 叫做地三鮮 地三鮮? 是啊… 即是它的鮮… 即是它的湖 那些湖…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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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仔哈爾 它有個丹頂殼的故鄉 嗯… 它有個地方呢 是專門是給那些丹頂殼 即是一個… 一飛過來 它要凍的嘛 其實丹頂殼 它不凍的 一回暖它就走 飛走 嗯… 一舖是… 三〇是成困的 成羊 成 jede część 幾十個… 然後… 它是很尖的 丹頂殼 接著我旦試過有一次… 有個團友 即不是我 是別人的內地團 是呀 然後餵著它吃東西 然後琦 然後, 它的嘴尖到又長又尖 一隻咳進去 穿ym我 哦… 哇 齊齊哈爾 零雅三 四 三十幾 四十度 你想想你放那些食物在手上 是不是真是愚蠢 他想不到那麼尖 那隻鳥是不知道的 他不會跟你輕頸 即是他一下子刮下來 你的皮是硬的 你一穿 直接穿了你的皮膚 然後血就變成冰 還有現在那片多不多 剛才我們說的 耶律楚才 耶律齊 延萬雄烈那些後代 有的 多很多這些姓的人去做 會有那些姓氏 我想來講鴨綠江 松花江 長白山 這些地方就會是他們的發源地多些 會多些去這個類別 這些是甚麼 雞 這些是小雞燉蘑菇 是東北名菜來的 小雞燉蘑菇 甚麼叫小雞 即是雞很細嗎 走地雞 走地雞 他們特色即是把它切得很細 然後呢 切得很細 夠一點 你看到很多蘑菇在那裡 這個是東北名菜來的 好像那些羊一樣 不是 不是 一級保護動物來的 丹丁 你真是不敢吃的 這個是有些豬紅 有些酸菜 有些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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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叫豬肉 熬出來 那些是豬肉 又是東北名菜來的 東北是吃這些為主 就是吃豬肉多些 豬肉多些 雞肉豬肉多些 今天就是這些 我本身想擺一些東北美女的 是 是 沒有 沒有 但是想過 就是 都找了一些照片 很多明星 我又不想擺明星 我想給地道的東北女性 是 特別是它如果穿了那些 我再找一下 看我以前拍的那些照片 有沒有 如果有 我到時再播給大家看 有一次 因為真是 你只看那些東北明星 有甚麼意思 其實沒有意思 你到處都看到 但是你真的要看那些 真是當地的東北人 譬如大連 遼寧 沈陽 長春 哈爾濱 很多那些 真是很漂亮 又白正 臉這些 紅薄薄 就是胭脂那款 是啊 天氣乾燥 很乾燥 它的地方 基本上 那些皮膚好像裂開 就是它經常 一一出 它們呢 還有出街的時間很短 因為它日照很短 基本上呢 我帶俄羅斯 即是帶東北團 是最舒服的 四點就回酒店 是 那回酒店沒有什麼東西 沒有東西做的 就在酒店裏面可能去錄一下 拿 我覺得有一團 唱一下K 是的 唱一下K 那些自己團 不如一起玩吧 然後就去了 錄檸 唱K 然後我這樣去 香港也可以 但是呢 又不同的 因為它日照很短 所以你一定要很把握 如果你去東北玩 你是要很計劃好 你要去什麼地方 如果你真的想著去到 再想想 想想半天 想想半天 你只剩下半天玩 你到處都去不了 因為它四點就天黑了 三點多開始黑了 四點就黑齊了 嗯 即是如果你冬天去 基本上呢 它日出又晚了 嗯 成九點的 十點 所以你 就只有六七個小時 時間去做 你最好吃飯 是啊 所以你真的 那些時間的把握 是要很緊要 即是東北 如果大家想去玩 是真的要很計劃好 而其實你問我夏天 秋天去都很美 嗯 你剛才看到了 長白山 和森林植避率很高 其實有一個地方 在遼寧 叫做遼寧的紅地毯 是很正的 那個地方 我本來想放進去 但是呢 因為它是遼寧 我免得放進去 有一個專門介紹遼寧的 我就會講 那些棗類植物 簡直是紅地毯 在一個湖上面走 它的斬道是S的形 跟著下面是一個湖 全部的棗類植物浮在上面 變成紅色的湖 變成紅色的湖 在上面走 你就好像在地毯上面走 是很漂亮 是秋天去的 是啊 也好啊 是很值得去的 今天問什麼問題呢 最快那三個 記住 WhatsApp 8481 1079 十三會 就說你最快那三個 他說你就是 就是 今天的題目就是去哈爾濱 看三樣東西 一定要看 第一 就是冰燈 第二 是冰雕 第三樣是什麼呢 有什麼提示呢 都要砌出來 就像冰雕 但它就不是冰 那是什麼呢 是什麼雕呢 都是要雕的東西 是 大家就快點 WhatsApp 8481 1079 在WhatsApp上回答 對 WhatsApp上回答 不是在那裡答 十三會就會做統計 然後走 就會送給你了 好 那我們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看看有沒有人會回答什麼 我猜不是很難回答這題目 應該一定要回答到的 是 那 提示這麼好 是 這樣回答不到就死火了 好 好多謝Victor L 我們下個 我也很多謝 下個星期我們又繼續去不同的地方 下個星期 就是 我想一下就 其實我全中國呢 都 我除了 海南島沒有去過 除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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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 福建 福建這兩個省份都沒有去過 其餘呢 我都 即特別 越來陸那些地方 我越去得多 嗯 所以 看看 下一次 我去想一想 哪一條線 或者再可以 其實 如果現在適合季節呢 其實就是 絲頭之路 南北疆 道成阿丁 新疆西藏 絲路 這堆是會適合季節一點 OK 所以我會研究一下 看看下一次去哪個地方 嗯 好 謝謝 希望大給你們驚喜 嗯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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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